一期节目 讲完我国的历史 朝代 时间 主要历史之间 整理跟作图我花了一天 制作不易 我们看 第一个王朝夏朝 他开始于距今公元前2070年左右 他的建立者叫做宇 后来宇传为给他儿子起 从这个时间开始 世袭制就代替了善让制 开启了家庭下 那这个王位传给了泰康 由于这个泰康喜欢打猎 导致他的王位被后裔所夺取 后来大宇的后代邵康带领着夏部落又杀了回来 重新夺取了王位 中兴夏朝始成邵康中兴 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中兴 对了 这几张高清图都放在结尾 你们想要直接去结就行 夏朝传到了夏节时期 夏节残暴 商汤趁机讨伐夏节 明朝之战 打败夏军 夏节逃亡 商汤建立商朝 这个时期大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 商朝前期由于水患战争等原因 他频繁遷都 直到上王盘庚的时间 把这个都城遷到了安阳 才稳定下来 史称盘庚遷阴 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 就是安阳阴虚出土的 唯我国现在发现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 商朝到了武丁时期 国力达到了鼎盛 另外说一句 我们说的那个富豪就是武丁的媳妇 商朝一共传了十七世三十一王 到了商周王时期被周所打败 这就是武王伐周 这个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 武王定都浩京 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 他在为三年之后就去世了 他的弟弟周公辅政 并制定了一整套制度 也就是说周朝的那一套东西 都是周公制定的 后来到了周幽王时期 周幽王重新保寺 把烽火西诸侯 导致犬戎攻入浩京 西州灭亡 那他的儿子平王把都城迁到了洛阳 我们把之前定都在西安的叫做西州 把后来定都在洛阳的叫做东州 东州又奉为春秋时期跟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有五个比较强的诸侯 七桓公 晋文公 楚庄王 秦穆公 宋香公 史称春秋五霸 战国时期就是七个 齐楚艳寒 赵卫秦 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又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 东州的前半段叫做春秋时期 后半段叫做战国时期 注意啊 他只是叫法不同 后来啊 这些国家都被秦国所灭 秦国呀 一统天下 秦始皇 统一六国 车同鬼 书同文 秦同伦 统一杜梁衡 建立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 一位秦二世的残暴统治 秦朝末年爆发了陈胜吾广的农民起义 这是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 之后各势力争斗不断 其中崛起了项羽跟刘邦 开启了楚汉争霸 公元前2022年 刘邦灭掉项羽 建立汉朝 定都长安 刘邦的儿子汉文帝跟孙子汉景帝 采取血氧生息的国策 发展国力 这个时期啊 叫做文景之治 是我国首个治世 汉景帝的儿子就是汉武帝 在位期间呢 国力强盛 北极匈奴大通西域 奠定了我国的基本版图 汉朝末年 王莽篡汉 建立新朝 但是很快就被汉光武帝刘秀做推翻 公元25年 汉光武帝推翻王莽 重新建立汉朝 史称东汉建都洛阳 那我们就把之前定都在西安的 称为西汉 把后来定都在洛阳的 称为东汉 东汉末年天涯大乱 各诸侯混战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啊 汉宪帝 善位给曹操的儿子曹丕 曹丕建立魏 继而呢 刘备孙权相继成帝 这就是魏 蜀 蜀三国 后来魏国灭掉蜀 魏国的权臣司马延呢 又迫使魏帝善位建立晋 晋后来又灭掉吴 建立晋朝 这就是晋武帝司马延 晋朝的第二个皇帝 晋慧帝时期啊 爆发霸王之乱 这个时期呢 北方游民族开始崛起 其中匈奴人建立的前兆 灭掉了西津 西津的皇族司马瑞 跑到了南京建立了东晋 这就是衣冠难度 这个时期啊 北方他陆陆续续 出现了16个各局政权 南方呢 就是司马家的东晋 双方长期互相混战 这个时期啊 叫做东晋十六国时期 再到后来啊 先被人建立的北魏 统一了北方 南方的流域呢 取代了东晋 建立了宋 这就是北方的北魏 跟南方的宋 这就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特别说一下 这个南北朝 它是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两条同时 往前进行的时间线 后来由于六阵并变啊 这个北魏 它分裂成了东魏跟西魏 东魏的权臣呢 叫做高欢 西魏的权臣叫做宇文泰 他俩各自立了一个 北魏的宗室 作为皇帝 我们简单理解 就把他俩理解成曹操就行了 就是各个国家的曹操 后来他俩的儿子啊 又把各自所立的皇帝 给废掉 自立为帝 那之前的这个西魏啊 就变成了北周 东魏就变成了北齐 那南方则简单的多 南方依次是宋齐良臣 四个朝代 后来北周皇帝的老爷杨坚 逼迫自己的外孙善位 建立隋 隋又南下灭掉了臣 重新统一 这就是隋文帝杨坚 隋文帝的儿子隋杨帝啊 滥用名利 后来隋杨帝的表哥 李约灭掉其他势力 统一全国 这就是唐朝 公元618年 唐朝的几个关键点 李世民 贞官之治 再有就是 武则天夺取自己儿子的皇位 建立武州 成为我国唯一的女皇帝 后来太子李显发动神龙政变 武则天退位 皇位重新回到了李唐首领 到了唐玄宗时期啊 这个国力达到了鼎盛 史称开元盛世 唐玄宗晚年爆发安史之乱 凡政割据 唐朝开始走向衰败 到了唐朝末年 皇朝起义 唐朝彻底走向灭亡 公元907年 朱温篡汉建立后梁 五代十国时期开始 注意啊 五代的梁唐进汉州啊 他们是依次进行的 然后呢 在他周围存在着十个国家 这就是十国 中原王朝啊 依次就是梁唐进汉州 那周边呢 就是这些国家 这就是十国 这就是五代 我们看看啊 咱也不知道他们怎么 嗜号怎么敢叫啊 你看这都是什么汉高祖 哎 你看这个 靖高祖 你要不知道这个 还以为他说的是刘邦呢 哎 这都真敢叫 后来宋太祖 赵宽颖取代州 建立宋朝 宋朝陆陆续续灭掉周围那些国家 那此时 北方存在着一个 有契单建立的国家 叫做辽 西北呢 有一个党项建立的国家 叫做西夏 这三个国家啊 长期对峙 后来在白山黑水之间 崛起了一个 女真人建立的国家 叫做金 金跟宋啊 一起灭掉了这个辽 金就占了辽的地盘 然后金呢 又顺势南下 灭掉了宋 这就是靖康之耻 赵宋的皇族赵购啊 南逃到了现在的杭州 建立了南宋 宋跟金对峙 后来成吉思汗 统一蒙古灭掉了西夏 他的儿族倭阔台呢 又联合南宋灭掉了金 忽必烈时期呢 又灭掉了南宋 建立元朝 我们看这个宋朝有意思吧 他总是给这个 敌人的敌人结盟之后 又被敌人的敌人所灭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 一个和尚扫灭各路势力 灭掉元朝建立明朝 这就是明太子朱元璋 朱元璋在位三十年 传给孙子朱允文 后来朱允文被自己的叔叔 所推翻 史称靖难之一 朱棣迁都北京 到了明朝末年 天下大乱 李自成趁势攻入北京 明朝灭亡 后来清军入关 打败李自成 建立清朝 清朝一共持续了276年 直到1912年宣统帝巡位 封建王朝就此结束 其实这个就是历史知识的一个普及希望能对喜欢历史的朋友有所帮助